李逵扶批忠义堂 这家闹得是天翻地覆 把宋江气的脸都清了 这不是个疯子 把他拿下 一声令下 九尾规陶宗旺抱着他腰 贤道神玉宝寺 抱着他腿 一使劲哭通 把李逵是摁翻在壁 过来人拿手把他给捆上 这李逵奔奔之蹦 不服气 嘴里是祖宗奶奶的骂 宋江啊 你不是个人 你个人面受心之辈 我恨不能吃而知肉 喝而知血 你他娘做的好事 你缺把本的得 你想他这个嘴能有把门的吗 弟兄们全都站起来 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 宋江气得浑身立斗 吩咐人把屋里收拾好了 问燕青 燕青 这怎么回事 燕青哭通就跪下了 宋哥哥 容我申诉 是 这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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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事 燕青把所遭所遇的经过讲述了一遍 人们这才听清楚 宋江的气儿刷消了 为啥消的 一个宋江根本没干这个事 于心无愧 他生什么气 另外他也感觉到李亏 是个刚知的汉子 正人君子 做的虽然过火 但出发点是好的 可是他这个驴脾气 不调理调理可不行 宋江听完之后 点点头 李亏啊 你说我 想着人家女孩 瞧瞧 对 人家亲口跟我说的 我说我没抢 不信 我派几个人跟着你 你在梁山上找一找 有没有生面的女子 你找着去 你要找着 我就承认 你看好吗 哎呀 少来这套 你是梁山的头子 谁都打你的溜须 谁都替你护短 这么大的水不梁山 藏个闺女 我上哪找去 你们通通作弊 我才不费那个劲呢 哦 你不费那个劲 那我怎么能洗刷冤屈 洗什么冤屈 我宋江 放下你这臭架子 不信 我引路 你跟我敢问 那个庄子 去找着那老溜头 咱们三头对面 对峙一下 你敢吗 好 就依你 李亏啊 我现在把手边的事放下 就跟你去 军事 你也牵扯到里边的 也得陪我走一趟 吴军师一笑 可以呀 哈哈 也得还我个清白 哈哈 我陪着 这宋江生之气 让河北玉其林 卢军义 命人哪 得把批天 行到那大旗 重新的树起来 让李逵 砍坏的东西 重新归整归整 他身边 就带了 小玄丰 柴晋 浪子 雁青 黑玄丰 李逵 行者武松 花和正 卢智深 还带了十个弟兄 都骑着马 是赶奔老头 那个刘家庄 安血良善的人 咱不说 宋江一边走着 一边跟李逵说 我说李逵啊 咱俩可说好了 如果到那叫指证 人家说不是我 不是军师 你怎么办 他 不可能不是 他要不是你 万一要不是你 要不是你们就对了 我错了 你要我这颗黑脑袋 好 李逵啊 你是个粗人 我也不叫你 立什么军令状了 大家可以做见证 等等 比如说要试呢 要试 你就把斧子轮起来 怎么解恨 你怎么动家伙 你要我和军师的命 你看怎么样 行了 一言没命了 一百多里地 他们都骑着马 非常快 到了刘家庄 这一砸开门 刘老汗一看 可吓坏了 怎么来这么多人 二十多号 为首的这几人是谁 哦 那个黑脸的李逵 还有那燕青 也回来了 这李逵手里 提着大福子 气呼呼进了屋 用手一指 这老头 我老刘头 不要害怕 一切 我全给你做主 你再说说 你姑娘是怎么回事 说 当着大伙说 老头又把经过 讲述一遍 最后李逵说 现在我把人犯 给压来了 你看一看 这里边有没有送江 有没有那个军师 是无用 你说 别怕 是吗 我好好看看 没有 不是他们 啥 他可叫送江 送江往前一根木 老人家不必害怕 小可就是梁山的头领 送江 送功名 这是我的军事 智多心无用 是不是我们两个人 抢了你的女儿 你要说实话 不不不不不不 一点都不一样 不是你们二位 送江点点头 你可认好了 你老眼昏花 恐怕记错了 把你府里的人 全集合起来 叫他们指认指认 哎哎 参与这个事的都认识 让大伙到厅上来挨个指认 这些人一看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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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逵一听 跟泄了气的皮球一样 那伙 笑了大部分 李逵也傻眼了 宋江很坦然的一笑 老丈啊 这乃是一场误会 不用问 有人冒名摒替 栽赃陷害啊 败坏我的名誉 我就是宋江 我从来没干过这种事 我们军事无用 能干这种事吗 不过老人家你放心 你女儿被抢 我们肯定想方设法 召集你一家团圆 把你女儿接回来 你可愿意 哎呀 多谢宋头领 多谢宋头领啊 这个世界怎么这么复杂呀 这个挨千刀的太缺德了 他把我蒙蔽了 我误陷了 宋头领 实在是罪该万死 不必不必 不知者不怪 啊 这样吧 事情弄清楚了 李逵啊 你看我可以走了吗 哎 送江是拂袖而走 带着军事无用 带着武松 卢志申等人 哦 回梁山 把燕青和李逵 给扔到这儿 这回李逵 彻底泄了气 半天也没说话 燕青冷笑了几声 咋样 这回你没词了吧 我怎么劝你来的 你听不进话去呢 哎 你瞅你折腾着 乌烟瘴气 这回把宋哥哥 气招了 你这叫县态 你叫诬陷 这官司怎么个打法 你说 算了算了 别说 反正我是好心 怪我草率 这事没弄清楚 我回去领罪不就得了吗 他乐意杀就开刀吃肉 就伤嘴巴 顶多我这一百多斤 交给他了 哎呀 我说李逵啊 你要这样的话 你还是不认罪 人贵有自知之明 大丈夫敢做敢当 对就对 错就是错了 你不认错能行吗 那我咋认呢 我跟你出个主意 好吗 让刘老丈 准备根麻绳 我呢 把你给捆上 你的后背 再插一根金杖 实在找不到金杖 鞭子 棒子都行 我押着你回梁山 见着宋头领 你往他面前一跪 这叫 扶金请罪 认识自己错了 你到那一说好话 你说 哥哥 我是个粗人 我心呢 想得挺好 结果误陷了好人了 哥哥 咱们多年的交情了 你还不了解我吗 哥哥 高抬贵手 饶了我吧 你这一说 宋头领气消了 肯定不怪罪你 不就完了吗 行到活人太栽根头了 呸 你那脸皮比脚后根还厚 你还有自尊了 你栽什么根头 可也是 好嘞 我倒了没了 就依你 刘老汉找的这麻绳 燕青给他拢上了 找了根经账别的后背上 燕青说 对不起我压得你 咱俩回梁山 刘老汉就问 二位啊 我的姑娘 燕青说 你放心 咱宋头领都表了态了 负责到底 绝不能不管 你听信 老头听信不说 燕青压着李逵 一路之上千兵名万祖福 又回到水不凉山 这回进了中一堂啊 两旁人都在这听信 李逵哭通 跪在宋江的脚下 哥哥 我错了 我是个粗人啊 我脑袋瓜一热 竟干糊涂声 本来我心想的挺好 没想到弄烦喷了 哥哥把你给气着了 你要想出气 怎么收拾我都行 要啥开刀 不解恨就张嘴咬我 把我千刀万瓦 也算我罪有应得 哥哥也 你饶了我吧 你看李逵那是什么人 宁折不弯的人 当着众人的面子 一哭一掉眼泪 宋江心就软下来了 宋江一看就明白 这燕青给出的主意 李逵他根本就不懂 宋江赶紧欠身离坐 亲自把绳给解开 扶起李逵 兄弟 叫我怎么说你呢 你说说你 接二连三 办了多少错事 在你的身上 捅了多少娄子 真是这个账 算也算不行 我要诚心杀你 杀你十个来回 也填不满这个坑 你说是吗 哥哥说的一点不假 哥哥您饶了我了 饶了 我就知道哥哥 舍不得杀我们 燕青啊 你这主意真不错 完了 完 刚说的是 军事无用把脸一沉 啪啪捉地牌 李逵 宋头领完了 我还没完呢 你不说我是帮凶吗 你对我怎么表示 对喽 我军事哥哥 方才我该说的话 我都说了 其实呢 给我送哥哥 赔不是 也捎带着你呢 你别挑礼 大人不见 小人怪 什么 什么像 什么肚子里能成船吧 你别跟我一般见识 我给你抓个脑得了 我给你晃晃头 你说他平大小伙子 一做这故事 谁不乐呀 军事不吃也乐 算了 算了 李逵啊 咱说是说 笑是笑 死罪饶过 活罪不免 哪能轻易就这么了事了 你瞧 你瞧 我宋哥哥都完事了 你还不依不饶的 这活罪不免 你想怎么办 李逵 你懒的事 你不是夜宿 刘家庄 怎么能发生这种事 你怎么知道的 对不对 你既然大包大懒了 你就得负责到底 你想方设法 把老刘头的女儿 瞧瞧 你得找回来 你再找到谁冒名顶辟 冒充宋哥哥和我 究竟是张三还是李四 这个事就交给你和燕青 你要办得非常完满 一笔勾销 没有话说 如果这些事做不完满 会得杀你个二罪归一 左右 把他轰出去 你看这军事是黑脸的 宋江不言语 表示默许了 其他人 一看军事发话了 也不敢说旁的 李逵发少了 好了好了好了 行行行行 不是叫我负责办吗 我肯定给你个满意的答复 燕青 走走 三哥俩走 燕青苦笑了一下 我李逵啊 你捅的楼子 你老拽着我干什么呢 你怎么还卖一个搭一个 我不去 别见兄弟 帮帮帮到底 送人送到家呀 谁让你倒了没 跟我在一起呢 你就得舍命陪君子不是 对不对 燕青也没办法了 看着军事 无用说这样吧 燕青啊 你也吃了点挂烙 能者多劳 你陪他去一趟 谨遵军事之命 燕青捏着鼻子 跟李逵下了山了 李逵等出了凉山之后 找了棵树 坐那块 呼呼声闷气 哼 哎呀 我送哥哥没说啥 他倒来劲了 还死罪饶过 活罪不免 哎呀 还得有权呢 燕青说 别怪旁人了 愿你自作自受 愿我跟你倒霉 那兄弟你说 咱下一步怎么办 军事交代得清楚 不但得救刘园外的女儿 更主要的 得找出罪魁祸首 谁冒名顶替的 得洗刷哥哥的清明啊 你想想 有人打着宋江的旗号 在周围胡作非为 那不就破坏了梁山的名誉吗 这老百姓往后 谁还拥戴梁山呢 这招可够损的 这个罪魁祸首 无论如何刨地三尺 也得把它抠出来 你说是不 够他妈缺德的 对 你说的太对了 那我不明白 咱如何下手 咱还回刘家庄 见见刘太公 仔仔细细的打听清楚 然后再行动 好了 我一切听你安排 现在你是头领 我是你的马迁足子 我这人呢 办不了大事 李逵也承认了 两个人又回到刘家庄 刘太公一看 他们去而复返 盛情款待 把旧女儿的希望 全寄托到两个人身上了 这回李逵也吃不下东西去了 稍微的喝了点水 就看着燕青的 燕青惊喜啊 问老刘头 我说老人家 您仔细想想 想您女儿的人 就是自称叫宋江的这个主 长得什么样子 仔细地描绘描绘 我记得太清了 我脑子都磕了板了 个儿不够 比你能矮着半头 但比你胖 也是黑残残的脸皮 胖不大的 要说是车轴汉子嘛 比车轴汉子稍微高那么一点 多大岁数 三十五六岁吧 估摸着三十五六岁 留着三柳湖 另外呢 对了 我想起来了 他最显眼的是 二枚正中 有颗黑质 那有黄的粒大小 要不怎么 我一眼就看出 那宋头领 不是抢我女儿的人呢 他脸没有那黑质 哦 说话哪儿的口音 对了 说话还不是山东的口音 好像是山西口音 哦 说话是山西口音 你听准了 听准了 在我这又吃又喝又说又笑的 我能听不准吗 嗯 另外 那个军师呢 那军师 比他个高的半头 就跟你差不多少 长得瘦嘛 窄骨的 人不难看 黄白镜子 有点断梁胡须 也在三十七八岁 说话是哪儿的口音 好像是咱们山东的口音 他不像山西的 嗯 跟了那帮人呢 那我就不清楚了 跟那帮人挺多呢 他们在院里没进屋 行了 您知不知道他们从哪儿来的 那我哪知道 好像从天上掉下来的一样 您再回忆回忆 他们跟您都唠了些什么 哎呀 我想一下 我想不起来 好好想 别着急 李逵也说 别着急 你每一句话 对我们都有帮助啊 他怎么无缘无缘 就到你家来了 哎对了 我想起来了 因为啊 他说那么一句话 他说 在山上待着 心发闷 到外头来看雪景 顺便嘛 行为打猎 对打猎 对对对对 说遇上风雪了 到我家避避风雪 哎 取取暖 另外饿了 想吃点东西 燕青一琢磨 离这远不了 能在山西跑到这儿来吗 不可能的事 要是在附近 租土 燕青看出来了 哎 这位老兄弟 过来过来 别怕 别怕 你说错了 也没关系 附近 有没有 贼窝子 哎 我可听说 我听我舅舅说啊 这可不是我说的 我舅舅呢 是个打猜的 侨夫 离咱这儿 四十五里地以外 奔西走啊 有一座山 叫牛头山 牛头山上 有一座古庙 这古庙叫玉皇顶 听说那块 住了一伙贼 为啥呀 因为我舅舅打柴前啊 也去过 让他们给拦住 碰揍了一顿 打那儿 我舅舅再也不敢去了 所以我说 那块是个贼窝子 哎 兄子 宝贵的线索呀 老兄 我谢谢您了 当天晚上 他们住到 刘老丈家里头 第二天 饱餐 蘸饭之后 李奎问燕青 我兄弟 咱怎么办 敢问那是 牛头山 是马头山 牛头山 四十几里 比好办事 我哥哥 咱俩就到那块看看 那块是强人不响 不一定是他们干的 咱摸摸底 是 这就办了 不是 咱们再另想办法 你看好吗 说的太有理了 还那句话 我听你的 这哥俩 要大闹 牛头山 兄弟 听ék 猜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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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猜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